一旦出现,非死即残,无一例外 那么,脑出血如何做到,早发现早预防呢? 今天,老安就给大家介绍两个脑出血的征兆 第一个,动漫硬化 如果脑部的血管硬化了 那么与血管破裂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第二,舌头发硬 动漫硬化是脑出血的必要条件 舌头发硬就预示脑出血近在眼前了 如果您伴有吞儿困难,嘴角流闲 更是危险至极 除了以上的两个表现 也可能同时伴有以下这些症状 第一,哈且不断 患有缺血性的脑血栓的人 80%发病前,5-10天会出现哈显连连的现象 第二,血压的异常 如果血压突然持续升高到200 120毫米拱柱以上的时候 是发生脑血栓的前兆 第三,如果平时有高血压的人 近期数次的鼻出血 再加上眼底出血,血尿等等 这种人可能会在半年之内发生脑出血 第四,步态的异常 步履蹒跚 走路腿没劲 是先兆之一 第五,突然发生悬晕 悬晕 尤其清晨起床的时候发生最多 特别是高血压患者 如果一到两天之内 反复出现五次以上的悬晕 那么发生脑出血 脑梗塞的危险增加很多 第六,突然发生以下的情况 剧烈的头痛 伴有抽搐的发作 头痛的性质 部位分布等等 发生了突然的变化 头痛剧烈 可在夜间痛醒 如果有上述的情况出现 应该尽早的到医院检查治疗 70%到80%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都是在早晨6到10点 防住了早上血栓的突袭 就能避免绝大多数的意外 首先我们来看 吻压最重要 血压的异常都会直接导致 血栓的脱落或者形成 天气一变 赶快拉响防栓的警报器 老年人对天气的适应能力减弱 过冷过热都可以是血粘度增加 从而又发脑中风 所以一定要随时注意天气冷暖的变化 增减衣服 饮食不能对付 平时注意饮食 比啥药都管用 首先要保证充足的饮水 半夜醒来的时候 适量的喝点水 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 对预防血栓的形成大有好处 运动通血管 每天快走30分钟 直到身体发热 甚至微微的发点汗 就达到了我们锻炼的效果 另外我们还可以做怀蹦练习 双膝自然伸展 用尽全力勾脚十秒钟 然后再用尽全力崩脚 反复进行 在不引起疼痛的前提下 不限次数越多越好 每次勾脚崩脚要尽量达到最大的幅度 动作要尽可能缓慢柔和 双脚同时做效果更佳 如果您觉得老安说的 对您有用的话 可以帮我点下右下角再看 也可以分享出去 让您的亲朋好友更加健康 还想看更多的养生常识 疾病妙方 请点击微信右上角的 请点击微信右上角